刚才我们讲到苹果公布出来的财报 整体状况还是优于市场预期 但是这当中啊 他们在大中华区的销售成绩低迷 显然成为苹果财报的脱油品 这个现象不止苹果看到 甚至现在高盛也点名了美国的七大厂商 包括了像是辉达博通 美光高通在内的这些企业 其实他们跟苹果都面临了一样的困境 就是在大中华地区的销售额 占总体销售的一半 恐怕也会受到新一波受害者的牵连 所以他们强调要避开这些高风险的个股 过去曾经是一颗苹果撑全球 但是现在却因为中国这只大熊 硬生生地扯下了树上还没有成熟的苹果 所以这个排山倒海的效应 更是杀个苹果供应链措手不及 所以中国不只给苹果上了一颗震撼教育 那现在更有11家的欧美龙头企业都发出了秋秋的讯号 直指中国市场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比如说工业大厂当中同样面临中国威胁的 就是在史丹利百德 开拓重工 PPG工业 还有圣喜奥 好 这个史丹利百德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做五金工具的 那做五金工具 他们也说因为全球经济放缓 所以在全球的火车头 这个中国大陆的部分需求的确非常明显地在萎缩 而开拓重工呢是做工程机械的 当然工程在这个拓展的时候 他们也算是一种另类的火车头 他们在第四季的获利 居然创下了十年来的新低 所以最近在美国股市的表现相当差 而这个PPG工业呢 他是汽车涂料的 所以他说其实上半年还是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而圣喜奥是合成橡胶轮胎 那其实看到了汽车啦 看到了重工 还有在金属涂料的部分 的确销售都面临非常庞大的瓶颈 好 这是在工业的这一块哦 那你说在工业之外 有其他的厂商也面临跟苹果一样的窘境吗 有 因为苹果都难逃中国狙击了 那甚至包括了其他的科技厂商 像是全球的第二大半导体英特 他们现在也面有难色 就说了 中国的经济表现非常疲软 而就是他们今年第一季猜测 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像是苹果 英特尔还有辉达 一样财报都不好 比如说我们看到苹果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好 为市场上丢了一个震撼蛋 20年来第一次的调降猜测 而英特尔呢 他们第一季的猜测 也比预期来的差非常多 辉达这个电脑的绘图卡 晶片制造商 他们也承认 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状况 非常非常令人忧虑 连消费者就是终端的需求 都大幅萎缩 所以整体的销售状况 恐怕会持续恶化 而它也跟苹果一样哦 跟进来调降猜测 预期未来成长 真的没有原先预期来的好 那被中国商的最深的女主角 就属汽车产业了 因为你说食衣住行 跟我们一般人类生活相关 那消费啦等等就已经在锁手了 更何况这种需要花大笔金额 或者是生活当中 也许不是这么必须的一些东西 那就不买了 比如说像房子啦 或者是像车子 如果没有钱花不起 消费锁手 那汽车这种不是名声 一定的必须品 那是不是就不买了 那不买的情况之下 对于汽车产业来讲 当然销售就会下滑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就说这个去年中国汽车的总销量 居然创下了20年来第一次的下滑 所以卖不好怎么办 从上游的零组件 到下游的整车 还有国外的组装进口 都较苦连天 那这样的情形 我们来看看这些国际大厂当中 到底要怎么样因应 比如说美商福斯 福斯就说了 因为他们的执行长迪斯 就已经表态说今年在中国真的是充满了挑战 那福特呢 福特说他们去年居然只有三分之一的经销商是赚钱的 福特的总裁法力呢 他更是把数字摊开来说 你们看啊 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三成的经销商有赚钱呢 那所以表示三分之二过半数以上的人 其实都处于没有赚钱的情况 那汽车看得出来是如此 当然汽车零组件怎么可能会好 所以这一家LEAR它是汽车零组件的厂商 它预估今年订单居然年间10% 这也是目前为止从汽车产业当中所面临的困境 那你说美商是如此 那其他的国家呢 也一样啊 像是英国的品牌马牌 知名的欧洲第二大就是汽车的零组件厂商马牌 他们也提前示警说 预估今年的产量 居然是零成长耶 你说1% 2% 3% 5%的这种小幅成长 没有 他说今年可能是零成长 但是他指的是中国汽车产量的这一块 所以如果没有成长的话 那就表示在今年的获利展望 有可能相当的低迷 所以大家看到原本我们是被割苹果 所以拖累了 因为大中华表现不好 因为iPhone卖得不好 所以苹果下调了第一届的猜测 没想到高盛这份报告一公布出来 大家才惊绝 其他好多家的大厂都跟苹果一样 面临大中华经济疲弱的困境 而导致了全球经济下滑 面临非常大的风险